第八十五集 那个叫做小翠的 可是说说小小 脸尖尖的 有一些黑 白木槿问道 陆飞园平日里 也没怎么注意过那个丫头 所以摇摇头只问道 难道骗你的那丫头 就长得这样 情势对自己院子里的人 却很清楚 立马道 你说的应该就是小翠了 没想到她还真是厉害 竟然真的背着我害人 只是也奇怪 怎么她被娇娇买通了 竟然转过身 又去害娇娇呢 陆老夫人也十分奇怪 这事的确透着蹊跷 那朱长蓉说陆娇娇 早就和她串通好了 还拿出了证据 说得头头是道 小翠又是这里面的关键人物 怎么这小翠竟然又会背叛娇娇 难不成是朱长蓉买通了她 还是陆飞远脑子里灵光一闪 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突然道 祖母 有件事我只是疑心 不知该不该说 陆老夫人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这里也没外人 有什么不能说的 今日我发觉 娇娇和希尔十分奇怪 两个人一起偷偷摸摸地 嘀咕了好久 我离得远也没听见 但是到了锦园之后 锦儿要离开 希尔也跟着走了 后来 锦儿就差点出了事 陆飞远越想越觉得蹊跷 这事和白芸汐也脱不了干系 陆飞远的话音刚落 喜鹊和鸳鸯 突然齐齐跪在地上 鸳鸯一副心有余悸道 老夫人 听表小姐一说 奴婢们也觉得奇怪 当时我们跟着小姐准备去花厅 二小姐突然就说肚子疼 把我支开了 之后又说要喝茶 把喜鹊也支开了 幸而 我怕小姐出事 所以找了夫人之后 就赶紧又找到了 正要跟着那丫头走的小姐 后来那丫头见我来了 才找了个借口溜掉了 经过陆飞远和鸳鸯的推测 陆老夫人也不得不怀疑起白芸汐 此事若是她参与其中 也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那陆娇娇之所以被陷害 是不是白芸汐下的手 这个念头萦绕在白老夫人的心间 确实没有说出口 此事没有证据 就不要提了 你们往后啊 行事都得小心些 不要轻易相信人 不给那些黑心肝的机会 陆飞远和白木槿都齐齐饮事 白木槿自然不担心自己 陆飞远却经此之后多长了几个心眼 生怕哪天自己也着了道 几人互相安慰了一番 陆老夫人又叹息道 哎呀 真是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啊 我院子里那两个还没着陆呢 陆飞远一脸疑惑 情事的脸瞬间白了 白木槿知道这事情才是当务之急 陆飞远那边已经轮不到他去操心了 然而他们不知的是 在几个时辰之内 陆飞远的心态又有了变化 一场闹剧再度上演 而离开客院的白芸汐 则匆匆赶去了二房那边 她知道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 陆飞远的事情应该已经有了定论 她不会傻到把自己供出来 所以现在该是去表现姐妹情义的时候了 没想到白芸汐一跨进院子 就听到了二舅舅的怒骂声 都是你这个不计事的 将女儿教导成这样 我的脸都叫你们丢尽了 我陆家是什么样的门地 我陆兆安又是什么身份 岂是那个朱家能攀附的 如今都叫你们毁了 然后就是胡适的哭声 还有自己母亲见货夹杂着的劝导声 白芸汐有一些气怯的 但还是鼓足勇气进去 这件事不能玩 她要让二舅舅和二舅母知道 此时定和白木槿脱不了干系 白芸汐进来的时候 陆娇娇早就被陆大海带下去歇息了 陆氏一见到自己女儿便问道 你不好好歇着 跑过来做事 白芸汐看了看猜到 比方先找到了没有 不提还好 一提陆着安怒意更上了一层 愤愤道 别提那个不孝女 真真要活活气死我 胡适看了一眼安然无恙的白芸汐 又哭了起来 汐儿 你今日怎么也不好好陪着你表姐 只得一个人呢 这下出了事 叫她一辈子都得毁了 陆氏听胡适这样说 知道她是伤心昏了头 才没有和她计较 汐儿也没有办法 她那会肚子疼 只能去歇息 哪里就想到 竟然会出这种事呢 还不都怪白芸汐 若不是当初在白芸汐发生了那件事 又不会让娇娇性情大变 若不是她性情大变 哪里会想到要去报复 就不会最后害了自己了 白芸汐故作听不懂问道 二舅母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和我姐姐有关系吗 陆氏听胡适这样说 自然乐得将责任都推给白芸汐 反正她也需要二哥和二嫂 帮衬着斗垮白芸汐姐弟 立着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 她要让白芸汐赏出继承权 那可是不容易的 所以便叹息一声道 你那时在家庙里不知道 你娇娇表姐之前 总之吃了你姐姐的亏 你也知道 你姐姐不是省油的灯 咱们娘仨可不都吃了她不少 按亏吗 你娇娇表姐气不过 所以打算教训一下她 哪里知道 最后竟然给自己害了 如今被迫要嫁给 恶名昭彰的朱长蓉 真是可怜见她 白芸汐和母亲对视一眼 母女俩也有了默契 便也跟着红了眼睛 挨挨淒淒淒的 没想到姐姐也忒狠心了些 在家里惹事 欺负欺负我们也就罢了 没想到连表姐也不放过 难道咱们真这么爱她的眼吗 佼佼表姐可真可怜 如今路娇娇出了事 胡适早就恨上了白木槿 自然将这对母女的话 给听了进去 恨声道 她别得意泰国 总有一天 我要为娇家讨回公道的 二舅舅 二舅母 其实这件事 希儿总觉得有些蹊跷 白芸汐怯怯道 似乎欲言又止 陆赵安看了她一眼 有什么 难说无妨 白芸汐又看了看陆氏 当时我肚子疼 是姐姐扶我去休息的 然后她被一个丫头叫走了 说是哥哥晕过去了 要她去看看 当时我也没在意 但是刚刚去看姐姐的时候 她又说没有去过云水阁 我总觉得姐姐在说谎 陆赵安一愣 她的脑子极快速地将事情理了一遍 也觉得颇为疑惑 刚刚他们已经问过了娇娇 她也承认了自己买同小翠去害白木槿 后来小翠竟然倒戈 把她骗去了云水阁 可是白木槿却没事 现在白芸汐的话又证实了这一点 难道这事情真的是白木槿在倒鬼吗 陆氏惊呼一声 莫不是 真的是锦儿在倒鬼 二哥二嫂 你们可不知道 那丫头可不是过去那个呆板木讷的丫头 现在心机可深着呢 若说是她从中作梗 也不是不可能 无事正要发作 却听得陆赵安摆摆手 不一定是她 就算她有这份心机 也不一定能得逞 朱长荣那种无耻胚子 看到了白木槿 难道会放过吗 不是她灭自家人的威风 若论容貌气质 白木槿生了她女儿太多 虽然才十四岁的年纪 却出落得绝色之姿 恐怕少有男子能够不动心的 朱长荣那样的就更加不可能放过 陆赵安说出这番话 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去考虑的 身为男人 自然最了解男人的劣根性 到了手的美色 又何必退而求其次呢 可是陆赵安却不知道 这过程中的曲折 朱长荣不是不想 而是无能为力 后来是真的被迷惑了 心甘情愿地中了美神计 此时陆娇娇不知为何又跑了过来 见到了白芸汐 就再也顾不得许多 反正她已经身败名裂了 抱着一种拉电背的心理 赏着 汐儿 你害得我好苦 你答应我要配合我的 为什么白木槿没杀 那丫头还骗我说 是你喊我去云水阁看线 你说说 是不是你帮着白木槿一起害我 表姐 你怎么会这样说 我何曾想过害你 虽然她是我姐姐 但只有我和你的感情 才是最好的呀 胡适听了 只觉得难看极了 原来你们两个是一起串通的 真是做你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即便有再大的主业 也该和我们商量着来 咱们能私下里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白木槿是老太太的心头肉 你们要害了她 大家都要被你们连累死 陆正安也是愤怒难当 胡适说的有理 现在还不能惹怒老太太 那可不是普通的老太太 那是永宁长公主的嫡女啊 更是谢家的女儿 她背后的势力 其实她们现在可以招惹的 陆正安立声喝止道 你们几个都给我注意点 没有我的允许 以后不要再随意招惹白木槿 我们筹缪了多少年 才有现在的地位 如今正是关键的时候 我因着你们谁破坏了我的大忌 到时候 别怪我不顾情练 陆氏没有想到二哥 竟然会阻止她对付白木槿 二哥 白木槿不除 对咱们百害无一利 她如今再不是任我操控的木偶人了 这丫头屡次三番与我作对 如今在白家我的地位一落前掌 你又不是不知道 陆正安瞪了一眼陆氏 训斥道 你就关心你那一亩三分地 殊不知只要我好了 那白氏族和白家老太太才会看中你 只要咱们的大事能成 白家还不是你说了算 可是 我总觉得白木槿不妥 您瞧着如今 就连白木尘都成了大如东方玄的入室弟子 和那些王子公孙伟伍 可我的轩儿呢 他可是你的亲侄子呀 那也是你教导无方 你就和你二嫂一个德行 就知道宠着孩子 将他们浇灌的一个个都不成绩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一句话将一无子人都给骂上了 不仅是陆娇娇和白云西生气 胡适和陆氏更是生气 胡适畏惧丈夫的威严不敢说 可是一向自视甚高的陆氏却不以为然 我是他们的娘 我不疼谁疼 反正有我们为孩子铺平了路 他们将来就不会像咱们兄妹俩一样苦了 我们受过没有娘疼的苦 我可不愿自己的孩子再尝一遍 陆昭安过去还觉得自己的妹妹是个能成大使的 与一般的女人不一样 可是现在听了她的话 却觉得女人都一样 头发长见是短 但她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妹妹 从小到大 两个人是互相扶持着走过来的 再加上自己能有今天 也不得不说陆氏出了不少力 所以陆昭安难得的耐下性子 好严的相劝道 妹妹 你既然知道咱们能有今日多么不容易 就该更加小心翼翼 白木槿不足为虑 可是她身后的老太太呢 那是能轻易忤逆的吗 老太太若是真的逼急了 就算咱们是父亲的亲骨肉 怕也难以善了 难道你忘了咱们娘亲 是怎么没的 陆氏过了十多年自己做主 受人追捧的日子 以为自己脱离了陆家的掌控 在宁国公府当家做主 便再也不必看陆老夫人的脸色了 可是听了兄长的话 才惊出一生的冷汗 那个嫡母的确不是轻易能够得罪的 他们的母亲当年那可是太后赐给父亲的 可是激怒了老太太 还是说打杀就打杀了 那一年她才三岁 兄长五岁 可是他们都深深记得 母亲惨死的那一幕 可是他们却将这件事情 深藏在心底 只权作不知 然后小心翼翼的讨好着父亲和嫡母 以及陆昭仁和陆婉晴 说不是如此 也许就连他们兄妹能不能活命都是个问题 陆娇娇和白芸汐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 都吓得不敢作声 只互相对视一眼 低下了头 他们过去都只觉得 老太太脾气不好 但是并不知道 老太太也是个心狠手辣的 陆氏皱着眉头 伤心又愤恨的道 不曾忘 也不敢忘 看到妹妹如此 陆昭仁才稍稍的放心 又警告道 所以 记住 不要轻举妄动 一切都要听从我的计谋行事 陆氏略沉思了一下 还是不放心的道 二哥 关于白木槿 我总有些不放心 难道二哥没有个好法子 可以将他早早除掉 而不留痕迹吗 就像 陆氏没有说完的话 陆昭安却已经领会 可是在他看来 那个不过十四岁的丫头 不足为虑 即便有一些小聪明 难道还能够翻出 自己的手掌心吗 陆昭安摆摆手 你这是怎么了 非要咬着那丫头不放 莫不是你真怕了他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 就好好地堪劳他 难道还怕找不到他的错处 陆氏坚陆昭安 还是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 十分地气恼 但又很无奈 可是转念一想 自己之前太过轻敌 才会一再失败 自己好好地筹谋一番 想个周全的法子 将那白木槿给除掉 难道真有那么难吗 打定了主意 他也不愿意和兄长争辩 只做已经听进去的样子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陆昭安这才满意地捋着胡须 可是一看到陆娇娇 又忍不住地发起火来 对着胡适道 从今日开始 你给我派人寸步不离地 跟着这个死丫头 再不允许他出一丝一毫的插持 等和朱家定亲之后 你就好生教导他规矩 切莫再丢我的脸 胡适懦懦地印下了 陆娇娇却是一脸委屈 陆氏劝了几句 才告辞要离开 时候不早 他还得回宁国公府去 送走了陆氏母女 胡适也带着自己女儿退下了 他还有好多的话 要问清楚女儿 有些事情 作为母亲 可比别人更多一份细心 胡适母女俩 单独关在房间里 就连身边伺候的下婶都前走了 胡适才放心地问道 娇娇 你告诉母亲 你到底有没有被那魂球占便宜 陆娇娇咬着下沉 极为羞耻地摇了摇头 女儿也不知道 我进去之后 她就把我治住了 让我破了我的 再后来我就晕了 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可有陆红 胡适也觉得 这话题很难堪 但为了知道真相 她不得不在女儿面前提出来 我听到真相 词为阳 然后我还会 你没想到 不许 我听到真相